中春节除了月饼最应景的食物就是柚子了 台湾柚子品种多 常见的有纹蛋、红柚、白柚、西施柚 各具特色 只要掌握挑选柚子的技巧 就能品尝期间限定的好滋味 纹蛋的产季约在8到9月 外观成羊梨形 果皮油包细致 果肉成蛋黄、蛋粉色 口感柔软带点弹性且多汁 风味甘甜带有淡淡苦味 红柚产季9到10月 外观也是羊梨形 果皮油包比较粗糙 果肉厚且多汁 成鲜红色 又香浓郁 尝起来甜中带酸 越大磕越好吃 白柚产季10到11月 外观成圆球形 果皮油包细致光滑 果肉成蛋黄和黄色 吃起来清脆爽口 带有独特回甘香气 甜味较高且略带酸味 果肉细腻多汁 西施油产季10到11月 外观成扁球形 果皮油包细致光滑 果肉成淡粉和粉红色 它的肉质细致 多汁甜美 但种子多 果实越沉重 水分越多 农粮署表示 柚子采收时 果实饱满 果肉还有些硬脆 通常先在通风阴凉 环境下放置5到10天 等果皮稍微湿水 果肉略为软化 才会进行分级包装 及贩售 建议民众将柚子买回家后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死水 延长保存柚子的时间 最多可以达到一个月 人间福报赵毅宁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